整個市場人人處地獄 中國經濟崩盤 又遇美中冷戰 藍術 駐七峰會 三大議題抗供 歐美團結很重要 莫爾本展映國有器官 楊博士呼籲制裁中共 集同巴總理會面 張悠俠穿西裝延伸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麗文 今天是6月16日 星期日 北京、廣州、香港等頂尖城市都出現罕見現象 顯示中國經濟陷入寒冬 這是在美中冷戰的背景下出現 專家認為未來的結局只能有一種可能 中國社交媒體上最近有餐飲業自媒體發文說 北京有兩家知名美麒麟餐廳倒閉 一家號稱北京意大利菜天花板 另一家是京城黑黑有名的西餐老網紅 實際上近半年來因為各種原因 主動或被動關門的貴家餐廳 並不止這兩家搜一搜小紅書 全國各地的西餐天花板都在墜落 成都SKP美食大道 剛開業時 大多數餐廳都是奔住營運消費1000元以上去 然而今年已經縮水到營運300 不少餐廳還推出200元以下的優惠套餐 文長說 端午前後傳出一段視頻曝光廣州著名步行街上下9個慘況 視頻中現階店鋪很多已經倒閉關門 錄視頻的博主說自己看到都不敢相信 以前這裡都是一鋪難求 現在連老字號都倒閉了 即使還開店店裡邊也是冷冷清清 自由亞洲13日報導 香港慘況說 連銅鑼灣、尖沙咀等四大核心區的商店都沒有人租 香港地產市場崩盤 可能正醞釀新一輪的經濟危機 報導透露 尖沙咀黃區的物業 搬家出售仍無人民進 銅鑼灣利遠山道 一家號稱鋪王的店鋪 租金從風光時期的230萬港元 暴跌到12.8萬港元 跌幅94% 行龍地產 榮譽黨市長陳啟忠最近出席財經論壇時指出 整個市場人人都身處地獄 前有線財經台台長岩寶光分析指 港人不少資產累積在米業上 物業貶值 財富蒸發效應明顯 因此導致消費降級 香港整體資產市場出現崩盤跡漲 這一輪席卷全中國的經濟崩盤 加劇社會亂象 加上中共基層官員 警察濫權 民間怨恨情緒 處於爆發邊緣 網易上有文章說 最近遼寧、山東、河南、山西等省的路村 連續發生村民殺村官 《村之書》的悲劇 網友跟帖說 開始了 百星不再跳河了 電媒體人張立凡評論說 殺村官現象標誌著一個重大轉折點已來到 基層民變開始了 可能會形成聲火之勢 中共眼看中國經濟衰退 無力挽救 偏有遇到微中冷戰 自由亞洲突若評論員 程曉龍近日發文說 中共自己啟動了中美冷戰 是因為中共過去20多年來 犯下兩個重大決策錯誤 現在到了算帳的時候了 這兩個重大決策錯誤是 其一 網圖稱霸 對外擴張 其二 以為世界工廠不可動搖 從此 中國支配地球 程曉龍說 冷戰的結局有幾種 其中只有一種 這就是紅色大國的失敗 蘇聯的滅亡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蘇聯是在經濟最強盛的時候 點燃美蘇冷戰 最後在冷戰中 因為經濟衰落而敗亡 而中共是在經濟走下坡時 點燃美中冷戰 因此 美中冷戰的過程 可能比美蘇冷戰要短 6月13日至15日 來自世界上最發達的7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 在意大利招開註冊峰會 峰會討論了三大議題 與反制中共有關 包括如何繼續應對澳湖戰爭 如何應對中國產能過剩 如何替代中共的一帶一路 美國官員說 註冊史無前例的團結一致 共同譴責中共的有害做法 對此 希望資深記者15日 採訪了時事評論員藍述 這次在意大利開註冊 應該規格很高 因為它主要在這個時間俄互戰爭 烏克蘭它要在它的國內開和平峰會 而這個註冊 正好在和平峰會之前 中共它宣布不參加和平峰會 主要的原因是俄羅斯沒有受到邀請 所以你看這個註冊峰會 它開的這個時間點上 正好是在烏克蘭和和平峰會之前 現在將來自美國和歐洲的 各種各樣的武器 基本上也都到位了 所以這次註冊很重要 藍述認為 俄羅斯為什麼能持續戰爭 這一定就是在經濟上它基本上還撐得住 養得起這場戰爭 當然 中國 中國中共就被認為港是一個最大的禍首 七國峰會 它們在一起商量 如何能支持烏克蘭 如何能打敗俄羅斯 同時 維護亞太和印太地區的安全 在這個折骨點上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註冊開會的時候 各國的走路都到 它們一定團結 因為你有一個強大的敵人 現在美國和歐洲國家 它們面臨一個強大的敵人 這個強大的敵人 已經打到它們家門口 這個強大的敵人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背後 就是中共 濫述強調 民主大國 只有團結起來 採取共同的立場 先能協制中共 對民主自由國家 所構成的體制性挑戰 後走大陸以上 中共為首的 包括俄羅斯在內的 這些專制國家 所結成的聯盟 在這種情況下 面對不斷進行擴張的一個專制聯盟 民主國家 只有團結起來 因為它們除了團結起來以外 它們沒有其他辦法 去維持世界的穩定和安全 希望智慎記者 王靖、潘祥 採訪報導 2024年6月14日晚 電影《國有器官》 再次在澳洲墨爾本放映 官營後 政要和民眾紛紛譴責 中共活體擇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並呼籲澳洲政府 盡快立法制止迫害 不要成為中共幫兇 《國有器官》 由加拿大華裔導演 張永俊執到 浩時6年 精心打造 影片講述了 兩名修煉法輪功的年輕人 在中國大陸神秘失蹤後 他們的家人 踏上了長達20年的尋找之旅 過程驚心動怕 最終 他們揭露出一場最隱蔽的國家犯罪 中共活摘器官 國有器官 獲加拿大電影紅獅獎 長篇紀錄片最佳導演 和最佳音樂兩項大獎 當晚在維多尼亞大學 法學院舉辦的這場放映會上 來自加拿大的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 麥塔斯 親臨現場 和更百名觀眾互動 當晚 麥塔斯強調 制止中共 活摘器官的緊迫性 他呼籲澳洲 跟上其他國家的步伐 立即採取強硬措施 以避免成為中共的幫兇 他表示 保護人權是每個人的責任 必須在問題的源頭解決問題 通過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中共至少獲利89億美元 而實際數字 可能是它的10倍或者更多 麥塔斯認為 澳洲應該加快立法 禁止器官泛運 禁止器官移籍旅遊 他對《大紀元》說 從澳洲到中國接受移籍器官的人數很少 但澳洲不應該成為 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共犯 澳洲應盡一切努力 阻止這種共犯行為 這也肯定是在澳洲的能力範圍之內 每個人都應該努力制止 侵犯人權的行為 如果放任不管 侵權行為就會蔓延 我不能等到 有人來集取我的器官時 再來解決這個問題 對此希望《知性記者》採訪了 原中國人民解放軍 軍需大學講師楊桂園博士 這麼大的一個人權侵犯事件 還只是在民間或以藝術形式揭露這個事 國家層面的 最高的就是看到美國眾議院2016年通過的 343號決議案 中共活摘器官的制裁力度不夠 中共根本就不在意 對中共這個流亡政權來說 它根本就不在意 其實活摘器官這個事 遠比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個事更大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只是對國家主權的侵犯 那活摘器官 它是人權的侵犯 誰還要 俄羅斯戰爭 國際層都是動手 有經濟制裁 軍事援助 對於這個活摘器官 完全是喪失人性的表現 中共用這個經濟利益 捆綁國際社會 輸出邪惡 使什麼捍衛人權 什麼傳統未得 對神的信仰成了一種口號 人已經不相信是惡有報 相信那些邪黨的那些東西 其實 這才導致社會道德淪喪 人心窩面 才出現了這種情況 希望之聲記者潘卓採訪報導 中共黨魁習近平近日 在北京同到訪的巴基斯坦總理 夏巴茲謝里夫的會面時 陪同會見的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武村軍裝 引起外界關注 對此 女澳學者李元華15號 對希望之聲表示 我想 這是出於雙方對等吧 她的最高級的軍事官員穿的是便裝 中方逆穿 那是不是雙方約定 雖然 他們在秘密談一些軍事方面的東西 但是願意淡化 而不是想彰顯這件事 所以 雙方可能有這樣的一個約定 他們穿的是便裝 我覺得這種可能最大 如果想叫她靠便站 那找其他人就行了 為什麼叫她穿便裝出來 根本就不可能 叫她參加這種高規格的外事活動 中巴兩國關係 近年來來往頻繁 巴基斯坦總理 幾乎每年都要去北京至少一次 每次都收獲滿滿 根據巴通社6月7日報導 謝里夫和習近平舉行 富有成效的會談 李元華表示 中共和巴基斯坦較好 是全盤考慮的結果 因為中國和巴基斯坦 和印度有領土的爭端 所以 中共一直在南亞地區支持巴基斯坦 來抗衡另外一個大國 印度 印度雖然和巴基斯坦關係冷淡 並沒有當作第一敵人 而印度始終 是將中共作為自己 最大的安全威脅的隱患 再有 中共想在巴基斯坦那個港口 建軍事基地 中共想獲得 稱霸世界軍事上的戰略點 這是它的長短滑滑 價值620億美元的中巴經濟走廊 是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共希望以此重建連接 歐洲和亞洲的股絲綢之路 的貿易路線在巴基斯坦 這個項目包括 在南部的瓜達爾建設海港 在巴基斯坦各境內 修建高速公路網 志在為中國西南部城市 發集與相距2,000多公里的 瓜達爾提供連接 目前這個項目 在巴基斯坦已陷入停滯 據報導 巴基斯坦的債務持續增加 如今欠中國3,000億美元 債務負擔 令巴基斯坦陷入癱瘓 巴基斯坦央行 目前只有90億美元 僅能支付2個月的進出後費用 現今危機 迫使巴基斯坦向中共伸出求援 以支撐其國家經濟 今年來 5名參與中巴經濟走廊項目工作的中國公民 在武裝團體的襲擊中喪生 這些武裝團體公開承認 針對中共在巴基斯坦的利益 至2018年以來 巴基斯坦各地已有數十名中國工人遇害 反對巴基斯坦政權的比魯茲省 叛軍 現在指責這些建設項目 撤取了他們的資源 習近平和李強在這次會談中 都對謝利夫提出 希望巴基斯坦創造持續安全 穩定的營商環境 設施保障在巴基斯坦的中方人員的安全 對此李源華指出 很多一帶一路的國家 都背負了巨鴨的制務 中共支援外交 最核心的特點就是腐敗和外交 很多欠發達地區的政要 都是腐敗的對象 他們拿了好處之後 當然就支持中共的做法 出賣自己的國家利益 所在國家人民是沒有利益的 所以才有針對中國人的這種襲擊 本質的原因 是大家沒看到你的善意 知道你是在掠奪 知道某些人在腐敗 本台記者黃曉 採訪報導 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